我是以论师助理的身份 见到宋畅的 齐耳短发 利索怅然 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 她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 陶宁呢 宁宁怎么样了 陶宁的真名叫陶子 是宋畅右拐的儿童 他们共同生活了五个月 宋畅为她取了新名字 叫陶宁 后来我问过她 为什么要叫陶宁 宋畅说 我没什么文化 取不出来好名字 就想祝她往后安宁 宋畅是我采访的 第三十五个女性 巧的是 那年我也刚好三十五岁 从2014年起 我就开始了 对女性囚犯的采访工作 我想要大众 看到女性犯罪背后的血泪 遇到宋畅时 是我进行采访的第五年 宋畅被抓捕的时候才二十岁 肩默得像沙地里的骆驼 只用点头就承认了所有的罪行 她又拐了八岁的桃子 案子清晰明朗 二十岁的宋畅 又拐了八岁的桃子 在宋畅带桃子去医院的时候 对警察发现 抓捕过程中 宋畅没有任何反抗 或逃跑的意图 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人不讳 桃子的父母态度激烈 请了不少媒体大肆宣传 瞧得小城腥风血雨 他们一口咬定 宋畅的行为是拐卖 而不是诱拐 一字只差 但量型标准相差甚远 宋畅 你没有买卖人口医院 这个案子 最大能达成诱拐 诱拐和拐卖可不一样 你拎拎清楚 招律师恨铁不成钢 你这样我怎么帮你 大几万的律师费 你踏实飘完啊 宋畅不说话 低头扣手 用沉默对抗着 直到我拿出一颗紫色的小星星 星星中间写着一个小小的名字 这是桃宁让我转交给你的 桃子 是桃子 律师纠正我 宋畅没理会律师的纠正 桃宁 桃宁他还好吗 我点点头 随后又摇摇头 桃宁在风口浪尖上 过得还好 但也没那么好 他情绪很差 这个是他偷偷塞给我的 我想他是想让我给你吧 金星表面被泪打湿 歪扭的宁字变得模糊 宋畅把那颗星星紧紧握在手里 贴近胸口 那是离心脏最近的位置 说出来好吗 桃宁需要你 社会也需要一个真相 我捧起他的左手 明明是圣夏 他的手却拢得四块冰 宋畅挣脱了一下 并没有成功 他的指尖逐渐回暖 同时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我调查过 你和桃宁父母有联系 从今年四月份开始 连续三个月给他们 每月转账一万块 七月份一次性付了五万 随后带着桃宁离开 为什么 我把松畅的流水摆出来 大大小小的开支 一半都和桃子有关 我是认识桃宁父母的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是今年的三月十九号 记得这么清楚吗 对 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 宋畅第一次见到桃子 是在烧烤坛上 龙哥搂着 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宋畅 听着众人的吹捧 笑得是见牙不见眼 明明是主角的宋畅 则乖巧地坐在那 为众人添茶道水 成为任人观赏的一处风情 十几个赤膊男人的局 路人都避闪不及 唯独八岁的桃子凑了上来 小小的人 手里拎着一个小水桶 石桶里插满了花 他把一束玫瑰取得高高的 陷到了龙哥身边 哥哥 哥哥 十块钱一只 给姐姐买束花吧 宋畅粗略数了数 那小桶花 得有二三十只 小女孩不依不饶地撒娇 买一只吧 哥哥 龙哥数了二十只 庆祝宋畅的二十岁生日 宋畅摇头 他扯着龙哥的笑 小声嘟囔了一句 不要 太贵了 龙哥被他的话取悦 像摸猫狗一样 摸着他的头 大手一挥就要付钱 你喜欢就买 多贵都送你 龙哥是有名的低头蛇 产业众多 人脉广泛 他不在乎这撒瓜俩枣 掏出五百块现金 塞到了桃子的水桶里 多得算你小费 桃子笑得眼睛弯弯 脸贴着龙哥的胳膊 甜甜地说谢谢 从宋畅的角度 看不清楚二人到底说了什么 只能看见龙哥微微附身 被桃子逗得哈哈大笑 下一秒 桃子亲上龙哥的脸 龙哥爽快地又掏出一张钞票 递给他 饭桌上的人纷纷调侃 讲到此处 宋畅生理性干呕了一下 他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巴 拼命地咽着口水 要压下那股反胃感 没人觉得哪里不对 他们最多不过感慨一句 人小鬼大 缓了好半生 宋畅再继续开口 但我真觉得恶心 从未离反上来的一股恶心 想尖叫 想怒骂 想把桌子掀了 宋畅垂下眼 我能看清楚他睫毛的颤抖 可我不敢 我只能拼命地压抑自己 呕吐的冲动 但我没成功 还是吐了出来 呕吐我混着酒精 涂在掉落的玫瑰花上 酸味刺激着宋畅的神经 他蹲在树坑边 涂了个昏天黑地 那天饭局不欢而散 沾了污秽的玫瑰花和宋畅 都被龙哥丢在了路边 龙哥居高临下地 看着呕吐的他 轻飘丢下去真嗓信 就带着兄弟们去 才看看止住了反胃 再抬头 眼前站着卖花的小女孩 对方快速把一张纸巾塞给他 接着就跑开了 宋畅向我比划着 大概这么大 四四方方的 但被捏得皱巴巴的 我猜 他肯定犹豫了很久才递给我的 那一刻我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恶心 我看见陶宁 就把一切都想起来了 从今那些我以为是温情的 和善的 是爱的东西 沉碎了 宋畅用力揪着自己的手指 十根手指的指缘处 已是鲜血淋漓了 他不安地向我 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他从六岁到十六岁的故事 很小的时候 我爸妈就死了 好像是在我五岁的时候 也可能是六岁 从知识上小学之前 我爸是死在矿上的 他们说我妈 是要赔偿金的时候 被没老板找人打死的 可到底怎么回事 谁知道呢 反正有一天我跑回家 我气喘吁吁地笑着 但一进家门 就看见我妈在哭 我听不懂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总之没几天 他也死了 我看过他们抬回来的尸体 我妈的脑袋半个都扁了 像地里的烂茄子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害怕 想躲开 但村里的叔伯婆姨都拉着我 要我跪在地上哭 我胸口断痛 松场讲述过往时 不见悲伤 她被迫和过往割洗 只是平静地叙述着 一个失去双亲的女孩 注定坎坷 好在她有一个 愿意收留她的姑姑 姑姑是纺织厂女工 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 还要照顾一大家子 所以她分不出精力 来扮演和善 宋畅就在战战兢兢的 寄人篱下中长大了 直到她上初中 我的日子一下子好过起来了 姑父再也不在饭桌上 一样怪气地说话 表哥也不会说 我抢了她的东西 却连村里的叔伯 都对我和气起来 他们会对我说笑 还会送我一些东西 宋畅的声音越来越小 她把鲜血淋漓的指头 放在嘴里瞬息 心理书上讲 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 十来岁的孩子 没办法分辨善乐 更别说用良善包裹住的利爪 她会在人最松懈的时刻 一点点将人蚕食殆尽 13岁的宋畅 就是他们的恋恶 一点好态度 或者微不足道的好处 就能收买这个 没见过世面的女孩 林老师 我觉得自己特别臧 你知道吗 宋畅充满自我厌恶 我真的特别臧 几包辣条 一点好脸色 我就巴巴地贴上去了 我怎么这么臧 这不是你的错 我想拥抱眼前这个女孩 但碍于在看守所 我只能用语言安慰 此刻我无比痛恨自己的匮乏 没办法真正安抚到 眼前的女孩 赛抬起头 宋畅已经泪流满面 林老师 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不对的 我以为那是大家喜欢我 你明白吗 我以为那是辜负 终于接受我了 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村里的叔伯 会笑咪咪地和宋畅说笑话 会把手贴近他的腰肢 美情名曰 我看看你长大美 姑父要求宋畅坐在腿上 给自己倒酒 会掀开他的衣服 帮他揉肚子 没人教他 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分寸 他把裹着糖衣的毒药当宠爱 如此坚信了二十年 而一切 都在看到桃子卖花的那一刻 情然崩塌了 他呕吐 不是因为桃子的谄媚 而是看到了自己 过往二十年的愚蠢 是发作了二十年的溃痛 诉说过往时 宋畅仅是懊恼 提到桃子的父母 松长才迸发出 前所未有的恨意 我费了很大功夫 才找到了桃宁父母 查清楚了他的家庭情况 桃宁爸爸是销售 业绩好的时候工资七八千 差的时候三四千 也是常有的事 他妈妈是家庭主妇 平时就做家务带孩子 对了 桃宁还有一个三岁的弟弟 受宠得很 您知道他为什么叫桃子吗 因为他们家要多子 想求个男孩 所以给桃宁取名叫桃子 宝佩 什么东西 宋畅狠狠地催了一口 他对自己的伤痛 只剩下麻木 但对于桃子的遭遇 却满腔愤怒 我找到了桃宁父母 告诉他们 因为桃宁长相出众 可以做童模 以后还能做童星 我和他们签了合约 远动每个月 给一万块报酬 他们完全不在意 我是不是骗子 桃宁会不会有危险 说童星会不会累 他们只在乎 那一万块 什么时候能到账 李老师 这样的人也配做父母吗 初中毕业时 姑姑就告诉宋畅 我养你到十六 已经人知意尽 往后的路 就看你自己怎么闯了 宋畅拿着姑姑 给的一千块钱 从那个小村子 搬了出来 为了能在这组 小城落脚 他做过很多伙计 服务员 陪九女 顶着太阳 穿完偶弗兰克 摔落魄的时候 一把挂面吃三天 一万块对他来说 不是个小数目 可宋畅为了桃子 甘愿风出 为什么 我忍不住问 为什么你愿意 为桃宁这样付出 我以为他会说 什么心理代偿 弥补自己之类的话 但宋畅 只是呆愣愣地看着我 结巴张合几次 没发出声音 我 我不知道 我没考虑过 可能算是感谢吧 如果没有他 我可能一直稀里糊涂的 继续把那些 有心事当成爱 我也不想等他 长大了和我一样 在某一天 回想起从今 才察觉到伤害和痛 酸涩从胸前涌向鼻子 水气从眼底生疼 直至流出 我微微侧头 快速擦干眼泪 宋畅比我想象的 还要敏锐 请客他反握住我的左手 轻轻地捏了一下 曾以为磨难 已经把我打造得 无间不醉 但我还是会被这种 水晶般成澈的心打动 一个没被善待过的女孩 愿意以最大的努力 托举另一个 毫不相干的女孩 而此刻 她还在安抚我的情绪 林老师 您还会去看宁宁吗 帮我烧话给她好吗 宋畅插开了话题 我举起手机 开始录像 镜头里的宋畅 夸张搞怪 说到最后嘴唇抖动 表情再也控制不住 难言哽咽 唐宁 我是姐姐 你要好好的 第二次见宋畅时 我给她带来一幅画 是唐宁画的 一个红色短发的女人 拉着一个小孩的手 站在海边 天上还画了几只海鸥 抵触幼稚 颜色涂得也不均匀 但宋畅看到了第一眼 就哭了出来 她指着那幅画向我介绍 我答应宁宁以后要带她看海的 她还记得 红色的头发 因为我告诉过宁宁 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红色 宋畅又哭又笑 她都记着呢 都记着呢 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并不和睦 甚至有些针锋相对 宋畅带着陶宁回家后 才发现 养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 她不理解陶宁 因为没有安全感的对抗 不能忍受小孩 没有边界感的打扰 在他们相处很久后 宋畅才明白 人除了食物和水 还需要爱和教育 宋畅自己没有感受过 自然他不明白 只是心里糊涂地养着 直到矛盾爆发 导火索就是龙哥 宋畅住在龙哥为他租下的房子里 龙哥每周会来住几天 在这几天里 陶宁会表现得格外热情 他全方位地展示着 不对 可以称为卖弄着自己 陶宁穿着和自己年龄不符的衣服款式 熟练地爬上龙哥的腿 一颗一颗地给他喂葡萄 挑衅地看着刚回家的宋畅 看到这一幕的宋畅郑重了 接着就是手脚发麻 他忘记了一切 凭着生物本能的尖叫丝毫 一把就将陶宁扯到了地上 你要不要脸 宋畅骂着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你才多大就敢往男人身上爬 宋畅早就记不得那天 是如何收场的 只记得小小的陶宁倒在地上 眼里有错愕 有畏惧 还有一丝丑是被戳破后的自尊 所有复杂的 磅礴的 如乎风向雨般的情感 最终化成一串泪 挂在陶宁的脸上 追在了宋畅的心底 陶宁从地上爬起来 迅速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宋畅就蹲坐在房间门口 守了一整夜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宋畅把那幅画搂在怀里 但我理解他 他就是这样被父母培养的 所以他会有这样的行为 真的 我真的能理解他 我没有相似的过往 我理解他 宋畅重复着 他担心别人误会他的小陶宁 每天过后 两个人相处地小心起来 一个担心自己被送回去 一个担心自己在伤害到对方 他们像两只初成长的小兽 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彼此 林老师 不过很快我就知道 谁才是错误的原因了 是龙哥 一定是小孩什么都不懂 陈龙难道也不懂吗 我不能再和他这样了 迟早会带坏您命的 陈龙有老婆 就连他所谓的资产 其实都是他老婆的 我16岁来了这个城市 没学历没技术 为了活着 什么工作都做过 因为没钱 每天只能去吃客人的剩饭 我真的过够这种日子了 永远寄人理下 永远看人脸色 为了多争一点 我去了酒吧卖酒 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陈龙 我没办法指责一个 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的女孩 做了小三 她的城镇旅途中 没遇到过一个好人 她只是本能地去寻找依靠和爱 宋超想过靠自己的 但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骚扰和刁难 漂亮又没能力的女孩 社会就会把她推入那个 用蜜糖包裹着的坑 与其说宋畅做了陈龙的情人 不如说宋畅做了社会的情人 陈龙就是那条引诱宋畅 吃下禁果的毒蛇 她用爱包装了龌龊 编织了一场起立的梦 引诱着涉事未深的宋畅 走进了陷阱 她说她爱我的 她说和老婆早就没感情了 只是要对老婆负责 所以不离婚 她说自己过得很痛苦 很压抑 我是她的救命稻草 因为我 她才能继续活下去 她追了我大半年 我才同意 宋畅自嘲地想了想 陈龙来了以后 我才知道这些都是谎言 这不是爱 其实我早就发现了问题 只是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 我 我舍不得 但她不该默许陈龙的行为 所以我必须要离开她了 宋畅提了分手 在一顿烛光晚餐缠绵后 宋畅趴在陈龙的胸口 心跳震得她耳末都鼓鼓地跳 咱们算了吧 陈龙抽烟的少一顿 随后倾笑一声 竟是对宋畅的不屑 敌了我 你怎么活 能吃口饭 那就能活 那半截烟头 安在了宋畅的胳膊上 陈龙收起了所有的文情 浓墨开口 老子每个月几万块地养着你 少他妈地出老子眉头 你以为自己算个什么东西 还敢给我蹬鼻子上脸了 丁的一声 宋畅手机响起 看过后 宋畅双眼血红 注视着陈龙 老实点 你的照片可不止这些 别逼着我发出去 陈龙很独意 他像熏狗般恐吓着宋畅 又在事后安抚 好了宝贝 你别闹了 只要你听话 这些照片视频 永远都是咱们之间的情趣 狂风暴雨过后 陈龙走了 床上的宋畅像的烂娃娃 他任由眼泪落下 流进耳朵 任由胳膊上的烫伤 隐隐作痛 但偏偏在他最不堪的时刻 陈子进来了 小小的人 脸崩了严肃 用小手擦干他的眼泪 用铜声唱着催眠曲 那一夜后 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起来 一条隐秘而又坚固的线 把他们连接在了一起 宋畅给陶子取了新名字 就叫陶宁 他说 林老师 我没文化 想不出什么好名字 正想祝他往后安宁 林老师 曾经的我逆来顺受 别人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承受 那是我第一次生出来反抗 宋畅了眼睛亮晶晶的 眉眼舒展 脸上浮起笑容 我把那些照片和视频 都发给了他老婆 宋畅长得很漂亮 女生难想 笑的时候 苹果鸡鼓起 两颗小虎牙外露 少年气力带着一丝俏皮 有识人心魄的魔力 但此时我的心都被揪住 眉毛紧促 所有的话都预计 那叠眼罩强迫性地被响起 宋畅看出了我的担忧 我不怕这些 我无亲无故地 早就没人在乎我了 他又补充 我不是要挑衅 是想给他留个成龙的把柄 离婚也好 凑合着过也罢 总有东西握在手里 我伤害了对方 这是我仅能做到的补偿 七月份 宋畅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 他们收拾了简单的东西 去重东游乐场封完了一天 晚上又去公园野餐 把桃宁渴望的事都玩了个遍 随后趁着黑夜坐上了大巴车 风从半场的车窗涌进来 把二人的头发吹乱 宋畅一遍遍地帮桃宁 把碎发别在耳后 秦为耐心地重复了无数遍 最后桃宁主动伸出手拉住了他 安静的车上 两个女孩手牵的手 听着彼此的呼吸声 传递着热量 别怕宁命 姐姐在 有姐姐在 一路上宋畅都在重复 他不知道到底是说给桃宁 还是说给自己听 生活不是爽句 他们二人手里的钱不多 桃宁的户口还捏在别人手里 宋畅只能带他先去乡下避避 他想 反正有的是时间 以后的是以后再想 他想 反正来日方长 但安稳只有三天 第三天的早晨 宋畅是被电话吵醒的 无数个电话都是陈龙打来的 从一开始的温柔软语 到后来的气急败坏 最后一条信息 是威胁 宋畅看着屏幕上的字 手指不住地发抖 你就好能藏一辈子 如果被我找到 第一个死的就是桃子 他太害怕了 比13岁那年 赤身裸体站在姑父面前 检查身体的时候更害怕 他能清楚听见 自己的牙齿在咯吱咯吱打扎 能感受到小腿肌肉在抽搐 他觉得所有的血液 都在往上涌 在胸口聚集 起一般要逃离他的身体 宋畅对我自嘲地笑笑 李老师 我是个笨的 又没能力 我只能带着陶宁 隔三差五的换地方 东躲西藏地活着 那段时间 我最害怕的就是敲门声 生怕哪天一出门 就看见陈龙站在门口 但宁宁太乖了 他晚上和我一起搬家的时候 困得眼睛都睁不开 小小的一个趴在我肩膀上 热气喷得我耳朵痒痒的 他说 姐姐 谢谢你 宋畅声音有些哽咽 他大口地呼吸着 几次开口 才说出完整的话 他还说 姐姐 我爱你 陈龙安生了一段时间 那是宋畅 二十年人生中 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那些照片起了作用 陈龙的老婆 王美霞是个决绝的性子 他收集好所有证据 给了陈龙致命一击 王美霞要离婚 陈龙不肯 照片被甩出来的时候 他闪了眼 陈龙从来没想过 这个十六七岁 就跟着自己的女孩 居然这么狠 当场膝盖一软 就给王美霞跪了下去 膝盖挪着靠近 搂住了对方的腿 老婆 都是他勾引我 真的 我是爱你的 王美霞没说话 只是一根耳光 甩在了陈龙脸上 他是人堆里混大的 什么招式没见过 陈龙的把戏 哄哄小姑娘还凑合 对他 门都没有 是你妈的 陈龙恼羞怒 老子早就过够了 每天回家看着你那张脸 都他妈的恶心 你以为自己是谁 有两千了不起是不是 天天等我甩脸子 老子欠你的啊 是你妈的 老子不伺候了 想象中的冲突没有发生 我美霞依旧高高在上地 看着他 热发趁着他像个小丑 晨绩半上 我美霞才开口 夫妻一场 你要是自己滚蛋 我就给你留个体面 但你别想从我这带走一分钱 提什么 你可以试试 我不建议把你送进去 陈龙知道这些年 他做了多少见不得光的事情 他只能信信答应 如丧家之犬般离开 他把一切都归结到宋畅身上 愤怒与仇恨累计 为了找到宋畅 他见走偏锋 联系了陶宁的父母 一开始堪在一万块钱的份上 陶宁父母装模作样不肯帮忙 当陈龙开价到三万块的时候 陶宁父母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电话打过来三次 宋畅犹豫了很久 还是接通了 宋小姐 最近还好吧 电话里的声音带着些试探 还好 宋畅严谨一盖 钱已经预付了 没事别来找我 听见宋畅的态度 电话里的人急了 连忙开口 别挂别挂 宋小姐 我打电话是为了陶子 我知道陶子跑通告 但模特很忙 但小孩子总归是要上学的呀 他的户籍档案之类的资料 您看要不要给你 小学是义务教育的 不能不上的呀 陶宁父母说得滴水不漏 宋畅举着手机 犹豫了很久 他知道知通电话反常 但又不敢耽误陶宁上学 他纠结了一晚上 在那张不稳当的小床上 辗转反侧 只剩下支扭支扭的床半生 早晨的时候 宋畅做好了决定 要送陶宁去上学 这段时间的安稳 消磨掉了他的防范心 他想 躲要躲多久 又能躲到哪 总要处理这些事的 这件事明明已经过去了 再回想起 宋畅仍会发抖 他胸口起伏 似乎无法呼吸 他说 林老师 这是我人生中 自后悔的一个决定 8月19号 是宋畅遇到陶宁的第五个月 他准备好了一切 准备在9月1号的时候 送陶宁去上学 宋畅遇想了无数次 陶宁上小学 中学 恋爱 考试 再到大学毕业 找一份体面 玩妥的工作 说不定 还会遇到一个 贴心温柔的男孩子 结婚 然后幸福美满地 过完一生 宋畅只是这样想想 就已经感到幸福了 但这一切都毁了 预想中的见面没有发生 宋畅在约好的咖啡厅 从中午等到打压 他一遍又一遍地 打电话过去 陶宁父母的电话 都是正在通话中 他本想离开的 但又怕错过 从而耽误陶宁上学 所以他一直等 等到陶宁坚持不住 趴在他背上睡着了 才放弃 宋畅背着陶宁回家 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 彻底重叠 宋畅感到了背上的潮湿 姐姐 他们不要我的是不是 陶宁把脸埋在他的背上 声音闷闷地 像泡在水中 怎么会呢 难道和姐姐比 你更喜欢他们 宋畅笨嘴捉舌地逗弄着 我喜欢姐姐 爸爸妈妈不喜欢我 那我也不喜欢他们了 反正我喜欢姐姐 姐姐也喜欢宁宁 剩下的话没有说完 宋畅只觉得双腿发软 陈龙就站在前面 落灯闪得他 看不清陈龙的脸 只能看见手里的 匕首在反光 他脑子里 失去了所有的思考 机械地蹲下身 把背上的陶宁放下来 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声嘶力竭地 喊了一声 跑 他甚至没来得及 回头看一下陶宁 下一秒内 把匕首 已经闪在了他眼前 宋畅拼尽全身力气 才阻止了刀剑下落 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碎字 陈龙 你冷静点 冷静你妈 老子什么都没有了 老子彻底被你毁了 去死吧贱女人 去死吧你 陈龙下了死手 就在匕首 要插入宋畅眼睛里的时候 匕首突然消失了 拨抖宋畅反应过来 只听见男人的怒吼 提头看去 半人高的小女孩 举着一根细细的树枝 宛如挥刀的骑士 守护自己的公主 别动我姐姐 陈龙声音磕巴 却不容置疑 陈龙捂着小腿 陈龙硬生生地咬下来一块肉 水顺着指缝 滴滴答答地往外流 是你妈的 陈龙忍痛抬脚 直接踢在了陈龙肚子上 宋畅觉得一切都静止了 怒骂和哭喊 此刻全都消失了 只有心跳声咚咚奏响响 他看见陈龙像只蝴蝶坠落 剑起一阵尘土 然后再没了动静 宋畅率先捡起了匕首 挥动着 我告诉你陈龙 你今天要么杀了我 我做鬼缠你一辈子 要么就是我杀了你 咱俩都别胡 来啊 你不是要我命吗 自己来哪啊 宋畅从来没有像这般有力气 声音从胸腔发出药乌血的嘶号 手上的匕首不断挥舞 自动 他要生蛋其肉 要生饮其血 等宋畅恢复理智的时候 陈龙已经逃走了 匕首上还沾着血 黏糊糊的 藏了一手 松畅分不清到底是自己的血还是陈龙的 地上的陶宁大口呼吸着 小脸沙白 看见松畅过来 挤出一个微笑 姐姐你真厉害 松畅蹲下 小伸手摸摸陶宁的脸 手在裤子上蹭了几下 都没层干净 反而越糊越脏 他有些着急 用力地搓着 恐怕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怎么擦不干净 怎么擦不干净 松畅越发用力 路灯透过树影 黑漆漆的一片 松畅分不清到底是搓红了还是血 他只是觉得这些脏 陶宁不该沾染 姐姐 我没事 我没事 陶宁把脸凑过去 紧贴着松畅的胸口 贪婪地呼吸着 我没事 姐姐 我没事 松畅小心地把陶宁背起来 累起地继续往家走 他默然地重复 宁宁你别怕 有姐姐在 姐姐在 陶宁把下巴搁置在他的肩膀上 软塌塌地趴在他背上 声音小小地开口 姐姐 你给我唱首歌吧 好 唱什么呢 宋畅有些茫然 他想不起来任何一首歌 再开口时已不重硬调 他不记得自己唱了多少遍 只记得那天陶宁睡得很不安稳 小小的眉毛皱着 手紧紧握着他的拇指 8月20号 陶宁还没有好转 但他拒绝去医院 他不敢也不舍地给姐姐添麻烦 忍着疼痛 大口吃饭 嘴里被塞得满满的 他说 我没事了姐姐 真的 你看我能吃这么多 我真的没事 8月21号 陶宁开始发烧 他还忍着难受说 自己只是太热了 8月22号 陶宁连装健康的精神都没了 小小一个 缩在一起 呼吸一顿一顿的 宋畅小心地把他抱起来 怀里的人不安生 姐姐 不去医院 我自己能好 你别嫌我麻烦 怎么混 姐姐最喜欢宁宁了 是姐姐不舒服 宁宁送姐姐去医院好不好 宋畅把快要烧昏迷的陶宁送进手术室 医院以为是家暴 直接报了警 警察赶到时 宋畅还守在手术室门口 消失不见的陶家夫妇也相继出现 陶母当场扇了宋畅几个耳光 坐在地上开始大哭 只认陶宁是拐卖行为 宋畅只有一瞬的惊讶 接着就沉默地认罪 没有解释 没有反抗 关顺地上了警车 承认了这一气 陶家夫妇坚称 只以为宋畅是模特机构 才把小孩交给他 但宋畅一言不发就带陶宁离开 就是拐卖 并且找了媒体大肆宣扬 短短几周打造了个人IP 吸粉十万 为什么不辩解呢 我不解地问 我自己烂就烂了 反正也就这样了 宁宁不行呀 他才几岁 林老师 宁宁那么小 那么乖 人生不能有五点的 敌人要是知道了他是怎么卖花的 以后他可怎么办 会被人指指点点 会被嘲笑的 宋畅说得很认真 这是他能想到的最优解 飞蛾扑火般的牺牲 只为陶宁换一个清白 可是宁宁过得不好 我想明白了 如果让宁宁再回到那个家 那才是真的毁了他 宋畅眼里竟是迷茫 他拉住我的手 诚恳发问 刘老师 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我不知道 你说这样到底对不对 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 给予他肯定的答复 对的 你是正确的 周律师很专业 他帮宋畅上诉 因为充分地转账证据 和逃宁的指控 宋畅的拐卖罪不成立 被我无罪释放 最后一次见周律的时候 宋畅很局促 他搓着手指 周律师 我现在没钱了 律师费能不能分期还你 周律师摆了摆手 我早就收到了 我是律师 可不做亏本买卖 宋畅有些错额 他不知道是谁替他请的律师 我试试开考 是王美霞 他听你请了周律师 他说他不怪你 这一切都是陈龙的错 他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 只是离婚教分财产 无应于割肉举续 你的照片很及时 这次算他很你人情吗 这日陈龙 你也不用害怕 他因为故意伤人 已经进去了 王美霞手里有不少东西 就算陈龙出狱 也不敢再找你麻烦的 我斟酌着说 宋畅 你的人生没有被毁 他的前二十年 过得艰险坎坷 没有遇到过一个好人 自以为遇到依靠和真爱 殊不知对方只是另一个深渊 可现在不同了 他有了逃宁 他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 没有企图的真情 还有王美霞 一个不计前前 将他及时伸出援手的仗义女人 宋畅用力地点了点头 看守所门口 来接宋畅的是陶宁 小孩子脸崩得很严肃 见到宋畅那刻 才松弛下来 快跑了几步 直接扎到了宋畅怀里 宋畅搂着陶宁 笑得泪眼婆娑 姐姐不离开你了 姐姐以后都在 分外 采访连载报道发布后 我给宋畅记住了期刊 并附赠上我的信件 亲爱的宋畅 崭信家 是我们的见面 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以来 我不断重温我们之间的对话 是你的力量 才使这份采访诞生 但我似乎还没有给你讲过 我做采访的初心 25年前 我亲眼目睹了一场凶杀案 凶手就是我的母亲 她用一小包老鼠药 毒杀了三段人 我的父亲 奶奶和小叔 我看到了全过程 下药 服用 毒发 挣扎 直至死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的冷漠 是这场凶杀案的拥盾 我妈妈是被买来的 一个女人伺候两兄弟 白天是家里的奴隶 晚上是家庭的妓女 她做着全家的苦力 承受着所有打麻 她没有一刻是休息的 她想逃跑 想同归于尽 但一切都因为我 她的孩子 而被迫停止 她的爆发 不是因为肉体的虐待 和精神的羞辱 是她发觉了一个阴谋 我即将被送去换亲 她没有用一个十四的孩子 为小儿子换来一个老婆 哀求和劝说是没用的 所以她选择 在做完饭的时候 下了一整包老鼠药 那锅粥熬得香甜丑厚 三个人喝了金光 随后他们倒地抽搐 口吐百慕 母亲无视了他们的求救 如神女般披拟着他们 狠狠地蹴了一口 她没有逃跑 安静地坐在院子里 守着三具尸体 一直到被人发现 警察破门而入 母亲从杀人到处决死刑 不过一个月 而我走出来 用了整整二十年 2014年 我开始着手 进行女性犯罪采访 目的是为了挖掘 犯罪背后的顺雷势 希望被人看到 这些悲剧之后的不公 让人看到这些罪恶下 埋藏着的女人的 哭号和反抗 这些年我见过 很多女囚犯 她们因为家暴 性侵 重男轻女等等原因 有意或无意地被迫 走上了犯罪这条路 我对她们的遭遇 只有心痛和不甘 但是宋畅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力量 和我母亲一样的力量 是一种舍己为人 一场纯粹的女性互助 是底层团结的锚点 除去此境外 更多是心心相惜的拯救 你与陶宁 王美霞与你 皆是 你们之间的感情 是对女性关系的 重新定义 我收到了很多读者 对你的鼓励 我同他们一样 怀着祝福 写下这封信 对了 我的原名叫林贱女 在我成年后自己改名 他人亲我为你 我自始为狱 我叫林琼英 祝好 林琼英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